當我點了他之後有沒有 那我可以直接從那個 比如說這邊直接假設我這樣在 800萬然後 1.6 20年 開始計算這邊那我希望把這一筆資料 當我按一下什麼呢這邊有一筆資料 這一筆資料新增到資料庫所以我要知道 這一筆資料是在Sales的哪一列 這些這些欄總共五個那我按下新增資料他可以把這一筆新增進去 所以這個地方我程式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我大概是這樣寫 第一個就是我用呼叫的那我剛不是有貼上那個 這一這一段就是 新增資料的這一那我用傳參數的本來後面沒有這 ABCDE對不對但是我可以借有什麼 參數那所謂傳參數就是說呢 我可以在後面 加五個 參數中間加豆點 那傳遞過來之後的話他可以呼叫的時候call他之後後面刮呼 然後分別把 我們的 Sales R 那這邊就R請你在最上面宣告一個 記得要宣告在最上面為什麼 因為變成全域的變數 那所謂全域變數就是說呢 這個R裡面記錄的東西 會跟什麼呢 會跟我們那個 主程式裡面這邊 這邊不是一個R 是會同步的 我會先 怎麼樣新增一個 到第幾筆資料 我會把這個R存在全域的變數 全域變數的話呢 那將來我在這個地方 呼叫的時候這個R我也可以知道說在第幾列 記得這個地方很重要 一定要宣告在最上面 如果你沒有放在最上面的話 將來這個R 裡面的值是空的 就不知道第幾列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們就 把第幾列的D 藍 E F GH 就是這五個資料怎麼樣呢 分別用傳 參數的方式 總共會有五個參數嘛 所以這邊的話呢 當這個地方傳過來之後的話 那 他就用 這個地方接 接過來嘛 參數傳過來 所以 這邊的話會有五個參數 傳過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 把這邊改一下 剛剛我講的 然後 再來的話 因為剛剛這個地方 裡面的那個 執行的那個語法太長 所以我另外怎麼樣呢 把它獨立出一個叫 Sql的一個 變數 那這個變數的話就是 insert into 房貸 然後這五個欄位 刮虎後面的話 把它結束 再把它串結 否則的話後面會 Value 一長串對不對 所以我要能夠 讓它縮短 變成兩行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就是 把這個地方 再加上 c code 等於自己本身 在and的什麼呢 Values 裡面要放什麼呢 就是放 A B C